阿们 坐在德旅兵之上 求你向来 行动你的圣容 使我们获得救恩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今天的读经义是从德顺编 德顺编告诉我们 说将来会兴起 有一位个性像厄利亚一样 那这位他出现 就是在末下来临之前 那我们说 在新约里面的 就是若汉 若汉就是厄利亚的重现 厄利亚的复兴 他也好像是策划的 是像厄利亚一样的 所以他已经准备 墨西亚的来临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双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育 承认我 思严 因为常常 或是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 同真 圣母玛利亚 天使 圣人 和你们 和各位教育 为我 祈求 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 求你垂怜 上主 求你垂怜 基督 求你垂怜 基督 求你垂怜 上主 求你垂怜 上主 求你垂怜 请大家 祈祷 全能的天主 请 以你的荣耀的 真光 照射我们的心灵 跟因你 唯一圣者的来临 去除 去除 长夜的 黑暗 以显示出 我们都是 你的光明之子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 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 及圣神 永生 永亡 阿们 公读德训篇 当时兴起了一位 个性如烈火的先知 厄里亚 祂的言辞 自然如火焰 祂使人民 遭受饥荒 祂饥如愁 使人民的树木 大减 因为他们不肯 遵守上主的诫命 祂因上主的一句话 关闭了天 同样 他也三次 使火降下 厄里亚 你的奇迹 你是多么荣耀 谁能自夸 与你 批敌 你乘坐 火马车 被火 旋风 卷去 你受命 随时准备 在上主发怒以前 平息上主的愤怒 使父亲的心 转向儿子 使雅各的各支派 恢复旧观 看见你的人 和在上主的 爱中安眠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也将获得 真生命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求你使我们复心 显露你的圣荣 使我们获得救恩 天主 求你使我们复心 显露你的圣荣 使我们获得救恩 以色列的牧者 请留心细听 坐于格鲁宾之上者 求你大显光荣 请彰显你的威能 来拯救我们 天主 求你使我们复心 显露你的圣荣 使我们获得救恩 万有的天主 求你回头 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 求你保护 你亲手种植的圆谱 天主 求你使我们复心 显露你的圣荣 使我们获得救恩 愿你的手 扶持你特选的人 你亲自抚养的子民 从此我们不再背离你 让我们生存 呼求你的圣名 天主 求你使我们复心 显露你的圣荣 使我们获得救恩 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植他的途径 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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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天主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门徒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问耶稣说 今世为什么说 阿雷路亚应该先来呢 耶稣回答说 阿雷路亚的确要来 并且要复兴一切 但是我告诉你们 阿雷路亚已经来了 人们却不认识他 反而任意慢待了他 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 门徒们这才明白 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 是指的妻子若翰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在美你 大家平安 在今天的福音 是耶稣跟门徒们的对话 耶稣跟门徒们的谈话 那这个谈话的是 在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那这个山 到底是什么山 在山上又发生了什么事 在马斗福音的今天的读经 我们所看的前一段 上半段是耶稣 带着门徒们到了一座山上 一座高山 在山上他前圣荣 那这个山上叫做什么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说的 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传统应该可以比较接纳的是 大伯尔山 就带着他们要下山 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所以他们应该是安安静的下来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事 但是他们就回顾在山上 他们看到的是阿利亚 那他们就想起 那个法利塞人 金士们他们就说了 说莫西亚来的时候 应该阿利亚先来 那他们知道说 耶稣在他们眼前 耶稣在他们的心中 就是莫西亚 为他们来说 莫西亚已经来了 那阿利亚呢 阿利亚在哪里呢 所以他们就问了 耶稣为什么金士们说 莫西亚来的时候 阿利亚要先来呢 所以他们就问 阿利亚到底在哪里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阿利亚的确已经来了 一定要来 的确他已经来了 已经到你们中间的 但是人不认识他 不知是不认识他 他们还要怎么样的 按照他们的想法 去对待他 那耶稣讲了这个 门徒们就知道了 所谓的阿利亚 就是若汉 就是若汉西子 好 我们看到 这个若汉西子 他是怎么样的 他来就是要告诉人民 要回到哪里 回到他们跟天主 所定立的这个盟约 天主是他们的父 他们是天主的子女 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按照天主 所吩咐给他们的 要过他们的生活 但是他们拒绝了这样做 所以他一直不断地在那边 要喊话 要告诉他们 他的命是怎么样的 任意 任他们的想法 任这些人的想法 把他处置了 他死了 是因为他说了 天主要他说的话 那耶稣就说了 人子就要一样的 受很多的磨难 若汉所经历的 耶稣将来也要一样的经历 若汉所说的 就是要回复人民与天主的关系 耶稣也一样的 他不只是要他们 要回复他们与天主的关系 他自己与他的生命 来当作他们彼此之间 就是以色列人 跟天主彼此之间的 那个 那个的关系 本来已经分裂了 要回复 但是 他到最后 他所面临的结局 跟若汉是一样的 所以 阿利亚来了 他说了该说的话 耶稣来了 他说该说的话 他做该做的事 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结局 就是死亡 我们跟随耶稣的 也是一样的 耶稣也要求我们 要说他所说的话 要活 像他所活的生活的模式 但是结局可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要面临这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我们要拒绝吗 我们只能 接受 老师 这么做 我们也这么跟随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把我们 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繁博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于你的旨意 为全神 神以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与诸圣人圣女的网药 终身是后一 天主 请以你的从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我们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欠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里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尝给我们 使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你诱惑 但就我们愿意修惑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求祝吹炊炼时人 小祖人间纷争 一时何平君王 快将神多多赞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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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路亚